所以要注意有时候修行的时候 我们不能执着 尤其不能执着于空 所以很多人说我想通了 我明白了 我顿路空门了 你就算出家了 你也不知道什么叫空 什么叫真空 因为要明白真正的空性 那是不实在的 那是一种虚幻的 那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 而我们拥有真正的灵魂 那是经得起时间考验 所以空与不空 我们不要去想 只要好好的修 如果有一个人说 我一定把自己修得真空 我一定把自己修空 那你本身在执着于空当中 就像一个孩子 说我不要玩具了 妈妈我再也不要玩具了 说明你脑子里还想着玩具啊 如果真正不要玩具的话 他提都不会提 他想都不会想 他已经没有这个思维了 那叫真的不去想象 那是真的放下了 那么真空 就是这个概念